由于商城的日文主题曲是由兵棋部主唱 所以他受邀出其香港地区的首映礼 事先张扬想抽空与梁朝伟及金城武共进晚餐的他 原来与这两位行男真的很不熟 金城武与他合照时中间留了很大的空间 要劳烦睡影大哥扬声叫两人靠近一点 反而经验十足的梁朝伟 驾轻就手得与部姐来个亲密的官方合照 两位行男对于部姐的饭局邀约反应大不同 如果真的是他约你的话 你觉得你会带他去哪里吃东西呢 如果约香港的吗 我确实真的非常忙 我做完单的首映 我明天就飞回来要拍李安导演的戏 那真是很不好意思 我真是 有什么朋友 是啊 有什么朋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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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希望都可以的 其实因为他都 所以日本都算是 很出名的一个 还有很成功的一个艾人 也有五年没有来香港的部姐 一下飞机就直奔名店写拼 可见他对香港的印象是十分好的 还有不忘此行的目的 努力向大家推荐这部电影 商城的两位女主角 徐静蕾及舒淇 为了这晚的盛会 一个穿上低胸晚装 另一个性感露出背部 不过两人都输给了刘嘉玲 她与梁朝为首脱手 甜蜜的进场 身上的性感低胸晚装 把她衬托得十分完美 有了希望梁广城留天宇 香港采访报道 我们下期再见